好 主播給觀眾早安 那今天在台北市貿易館這裡 一大早已經聚集滿滿人潮 你可以看到排隊的隊伍非常的長 蔓延十幾公尺 很多的出入口都是聚集人潮的 就是因為今天這個漫畫博覽會 一連五天在這裡舉辦 這個呢 其實這個因為 已經是禁止夜排的關係 所以很多民眾是一大早 從各個縣市來到這裡 大概要排四五個小時 不過就是為了在第一個時間 可以看到自己喜歡的表演 或是購買到限量的周邊商品 所以是不辭這個辛勞 或是辛苦趕快要來排隊的 那我們也來聽一下剛剛的訪問 五點半了耶 到十點差不多四小時半吧 預算的話當然是沒有上限啊 我很喜歡 大概花了有一個小時 然後大概六點起床 然後開始在那邊弄 然後弄了一小時 大概七點出發 然後到這邊 原本一開始送過來是散的 然後再把它給撞上去 才會變成這個樣子 好 民眾不怕炎熱辛苦 就是想要在第一時間進場 還有人是精心打扮成漫畫的角色 瞬間成為全場的焦點 一連五天的展期 主辦單位預計將會破六十萬人次的參觀 上漢次三億元的商機 深受大小朋友喜愛的日本三立歐家族超人氣 也會首次的參展 將會派出卡哇伊的角色和民眾來互動 以上是現場的最新 把時間還給棚內主播